各位,我们台湾的同胞们,住在洛杉矶的乡亲们,大家就热心点快乐,今天是我们春节第一天,就是正月初月,我在台湾,现在是正月初二,我特地向郭建问好, 好,请你们有一个更进步的,更快乐的一个春节,同时我们一年比一年进步,一年比一年健康,一年比一年的公平合理,我们需要一个公正的社会,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安居若业,不希望别的国家来管我们,今天台湾刚刚总统选举结束,总的讲,我们的票数是已经超过四年以前的票数, 但是很不幸,总统的选举我们落选了,可是我们没有灰心的资格,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,为了公正公益,为了人权自由平等,我们还是要,不能灰心也不能伤志,我们要加强的努力, 我们要继续努力,我们要继续努力,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公道,我们因为生活在台湾,台湾养我们,是我们有今天这样的好的日子国, 我们要珍惜这个成果,不要被外来的政权来控制我们,我希望大家能够站在自己的纲位上,尽我们自己的力量,我们以公正公平的方式,不分党派,我们团聚起来,希望三年四年以后,我们能真正的台湾能建立一个,世界上大家所尊敬的一个, 独立的国家,这是我在信念里面,我所尊敬的心愿,还请大家批评指教,我在1947年,离开我的出生地上海,我到台湾来陌生,今天有这样的一个,来的时候单造一个人,灯玉是一个流浪汉, 我在这里就业,在这里成家,在这里立业,台湾帮助我很多很多,尤其是台湾的同胞们,我售教的朋友都是,台湾突胜突胀的台湾人,因此我认同台湾, 我认同台湾,我也认同自由民主人权,我也认同这个,可爱的台湾,到处都是,没有一层的, 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成果,我希望我们能,大家能,同胞能决心过来,我们下一次的,要是有选举,我们拿出我们的力量来, 那把那些打倒,无话的,贪污的,不公正的,那些官僚们,请他们下台,这是我的心愿,我今年已经88岁了,可是我的经历是从,从小就是在, 在,由于抗日战争的关系,我家破,很早就因为战争的关系,我家破产了,我从小就在,很艰苦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了,今天,我能,有这样子一个环境, 而且能活到今年88岁,这是台湾死给我的,这是我,需要感谢台湾的,因为我们要知道, 全世界的人,不管你白人,黑人,黄人,我们都是人,我们都是父母车送的,没有什么贵人,贱人,没有,所以我的想法是,我认为,世界,不应该有,也有看不起这一类,你是哪里,你是客家人,我是外甥人,什么,都是人就好了, 人就是人,人与人之间,大家要平等,要活摸相处,大家无相帮助,不能公解,不能说,你是什么人,我就当你仇人一样,这样子我们就,就是不合理,这是我的想法,很千富的想法,那希望大家团聚起来, 我们更要站起来,更要更努力地,加强我们自己的武装,所谓武装就是,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,并不是枪炮,用枪炮来武装,我们用四项来武装,四项能智慧一切,今天要是有战争的话,你武器再优量的武器,要是开, 现在,使用武器的人,没有战斗的意识,你再好的武器也没用,一下子就投降了,所以我们有,最要紧就是,把我们头脑武装起来,这是我很肤浅的一个想法,请大家多多指教,谢谢。